宁静的小村庄里地逛人稀 家家户户地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由于村子里过于老旧 那些有理想的年轻人都已经离开了 只剩下老人和孩子 和一些不愿背景离乡的人住在这儿 不久前一个老太太去世了 老太太有四个孩子 分别是春夏秋冬 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这些年来四个孩子一直在外闯荡 根本无暇顾及她 直到她去世 四个人才回到家乡 面前这个男人是老三 他见到了东的男朋友 不久之前 东男友发现东状态非常糟糕 他不停地做同一个梦 而且非常怕冷 东男友就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就来到村庄查看情况 阴差阳错之下听到了许多谣言 这附近说 老太太死之后啊 被一只黑猫覆身了 小镇里一直有个传说 如果尸体停放时 黑猫来到旁边 尸体就会吸走黑猫的气 从而诈时还魂 秋否定了这些 还甚至说起了自己童年时期的经历 为了养育四个孩子 母亲整日给人打毛衣赚钱 冬十八岁那年 母亲患了脑溢血瘫痪了 精神状态呢 也非常糟糕 哥哥春和姐姐夏 非常嫌弃母亲 所以母亲一直跟着秋过日子 今年一月份 秋临时有事 便把母亲送到春那里 让她照顾几天 春没有同意 反而把夏和冬叫了过来 三人商讨了许久 也没谈出个所以然 他们都不想管老太太 甚至头也不回地回家去了 就这样 老太太呢 就在外面待了一夜 刚好当天晚上下起大雪 她脑溢血发作 死在了轮椅上 四个孩子这才意识到 他们住成了大错 可是是一只死啊 只能给老太太置办丧事 当天晚上 她在家里停尸 结果一只黑猫 跳上了棺材 尸体吸了黑猫的气 重新站了起来 从此以后 尸体变成了猫脸老太太 她开始四处报复 寻找四个孩子 接接下 这次一无所知 她满脑子都是老太太留下的房产 从弟媳手里拿料的时候 吓走进了房间里 面前的一项呢 非常善人 她没有待很久 马上离开了 此后 吓在宅院里闲逛 曾经这里是那么亲戚 但是现在 这种感觉荡然无存 在翻柜子的时候 她被秋的儿子吓得不轻 看来 这个熊孩子 要比猫脸老太太还要恐怖 过了会儿 东也回到了家里 再过些日子 她就要跟随男友去云南发展了 但母亲的死对她影响极大 她必须把一切安顿下来 才能安心离开 到了晚上 夏依然在忙着贴租房的广告 她要把母亲的房子租出去 母亲失误未寒 但她脑子里全都是钱 根本不在乎忌讳 夏回到了母亲的房间 没想到一向上竟然渗出了鲜血 等她反过来再看的时候 鲜血已经消失了 夏明白此地不宜久留 便来到其他的房间 躺在床上 她忐忑不安地回想刚才的事情 这晚三兄妹都难以入眠 不久前 大哥春突发心脏病 住进医院 有人说她是看到了化身成猫脸老太太的母亲 三兄妹对此将信将疑 但她们每个人都怀着愧疚 自然非常害怕母亲复仇 夜半时分 外出的夏遇到了猫脸老太太 她被吓得魂飞魄散 跑了很久才回到家里 丈夫不知道她遭遇了什么 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丈夫认为这一切都是秋冬的阴谋 为了多分遗产 他们才出死下策 伴鬼吓走他们 第二天 丈夫带着夏兴师问罪 她决定今晚留宿于死 看来即便是猫脸老太太 也无法让人失去贪念 东受不了这一切 她要搬出这个家 东搬走以后 秋摸呵开始了行动 她在家里安好了摄像头 想看看这个猫脸老太太 到底是人伴 还是真的有鬼 安顿好一切 便骑上自行车 上夜班去了 走在阴森的小道上 她总觉得今晚会有事发生 夜半时分 夏内急 跟随丈夫来到外面方便 没想到 刚出来就遇到了猫脸老太太 吓得丈夫并没有害怕 她拿起棍子追了上去 但猫脸老太太行踪非常诡异 能在各个空间频繁穿梭 二人根本追不上她 这个晚上异常难熬 第二天一早 秋回到了家里 她从妻子口中得知 昨晚发生的一切 为了查明真相 秋决定查阅录像 她叫来了东南友 二人发现在午夜两点半时 有人动了摄像头 而且此人手上拿着棒针 秋害怕极了 她想让东马上离开村子 走得越远越好 再也不要回来了 但东肯定不会乖乖听话呀 秋也只能嘱咐男朋友 好好照顾东 安顿好东 秋又找到了夏 夏丈夫决定让他留在家里 自己独自回到老宅 他还是忘不了房产 他坚信 只要他们离开了老宅 那份遗产 就会落入别人手中 秋健壮的也只能离开 本来今晚东会跟随男朋友离开村子 但火车票早已受空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还要在村子里待上一晚上 晚上 秋又和昨天一样收拾行囊 外出上夜班 走之前 他查看了各个房间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而夏并不在房间里 只有他丈夫还在 一番思考后 秋还是找到了夏 他想把姐姐安顿到古寺赞助 毕竟猫脸老太太非常恐怖 已经把大哥送到了医院里 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慈爱的母亲了 其实这起事件还有另一个解读 夏丈夫一直在搞外遇 夏频繁撞见猫脸老太太 这很可能是二人设计的圈套 准备将夏置于死地 独占遗产 想办法安顿好一切后 秋躲到了暗处 他想看看猫脸老太太到底是何方神圣 在高处待了许久后 农屋里缓缓走出来一个人影 当秋回头的时候 他突然惊醒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幻觉罢了 在他放松警惕时 一个人影突然闪了过去 秋拿上刀追着人影走了很远 原来这个人就是夏丈夫 这么晚出来是来偷情的 秋见状马上折返家中 结果刚一出来就察觉到有人来过 母亲的遗像也被放和了原位 更加令人担心的是 夏已经发短信 把自己在古寺的事情告诉了丈夫 丈夫忙着偷情 走得急 手机并没有关 所以猫脸老太太 很可能已经知道了夏的去处 为了救姐姐 秋骑着自行车赶了过去 夏也发现自己正身处危险之中 他给儿子打了一通电话 没想到儿子正在外面 给同学庆祝生日 你怎么能这样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妈呢 你不怕你妈死吗 别说我了 你是怎么对待我姥姥的 这句话点响了夏 与此同时 身后的猫脸老太太冲了过来 夏躲进房间里 但也无济于事 猫脸老太太拿着棒针追了过来 无论她怎么跑都无法逃脱 等到秋赶过来的时候 她已经身受重伤 倒在了地上 秋顺着毛线团 找到了猫脸老太太 她没有害怕 只是不停地祈求原谅 最后鼓起勇气 摘下了猫脸老太太的面具 原来这一切都是东做的 母亲死后 她一直过不去这条坎 以至于产生了精神疾病 在头脑中 都产生了另一个人格 也就是母亲的人格 每到半夜 这个人格就会出现 她代替母亲复仇 这才筑成了大祸 作为一部国产恐怖片 本片剧情非常精彩 但是由于相关政策的限制 电影并没有着重制造恐怖气氛 而是选择把更多的篇幅 用在烘托悬疑氛围上 虽然是一部小成本电影 但几个演员的表演 可圈可点 以及不仅也是十分的用心 比如颇有古风的小镇 诡异的夜晚 迷蒙的雾 这部片子没有用过多的音效 和画面突变去吓唬观众 而是很细心地 营造了一种诡异的氛围 全面色调和风格非常统一 但在恐怖和悬疑中 我们看到了些许温情 子欲养而亲不带 在生活中总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老的那一天 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未来的自己 如果自己都不能给孩子 做好孝顺的榜样 那又如何在未来求得女儿的照顾呢 百善小为先 可是这一点又有多少人能完全做到呢 不刺激不解说 这里是C位说剧 我是小C 多多支持我吧 下期不见不散